会关系一度闹僵 但是现在大陆的外长秦刚 仍会按照计划造访菲律宾 可是大陆的使者来了之后 小马可是总统5月1号 会再去见拜登 最大火光场面超震撼 不过下一秒相同地点 却爆出野火灾情 还得出动直升机洒水灌旧 美飞肩并肩军演出现野火插曲 美军坦言高温确实是最大考验 因为这几天演习位置苏比克湾 动辄34到41度高温 许多美国士兵还因此中暑送医 不过敏感时间 大陆外长秦刚还是造访菲律宾 他先后与非国总统小马可是 还有非国外长举行双边会谈 双方都表示希望加强沟通解决分歧 尽管在生命中小马可是展现出 不想在中美选边站的态度 但他下个月一号又要再次访美会见拜登 这也是他一年内二度访问美国 大陆近几年积极展现海上扩张野心 菲律宾的鱼权受到严重影响 今年一口气决定新增四座基地给美军使用 由于当众的三处接近台湾 大陆一度跳脚痛批菲律宾市 火上浇油 巴西总统鲁拉展开了欧洲行 不过在乌克兰问题上 立场似乎跟西方有分歧 胡唐牙的总统当面直言 双方的立场是不一样的 继续交给资深记者彭慧云 国际上的政治焦点 我们要带您关注到的是巴西总统鲁拉 他是回国当总统的 所以说是经验丰富的一个领导者 那么他上任之后 他就说了他要重新修复巴西和世界各国的关系 所以他现在展开的是他1月上任之后的首场欧洲行 到的地方是葡萄牙 那么寻求的当然就是要修复外交关系 因为他说前任的总统波索纳洛实在太过极端了 让巴西相对是被世界上孤立的 但是现在鲁拉对于俄乌立场好像有一点和其他国家不一样 他表示说基辅要为战事负某一部分的责任 再加上开战以来 巴西的立场没有提供乌克兰任何的援助 也同样的没有制裁俄罗斯 他表明说巴西并不希望参与这场战争 他需要各国组团和俄乌谈判 结果此话一出 可以看出来葡萄牙的总统和巴西总统的立场 似乎是不一样的 他表示说葡萄牙是有不同立场的 要通往和平之路 乌克兰必须先有回应侵略的权利 意思就是希望乌克兰的声音能够被外界正式能够被听见 这显然和巴西的主张有所不同 而现在中俄关系紧密到网顾国际法了吗 中国大陆驻法国的大使卢沙也 说乌克兰这些前苏联国家 是没有国际上的有效地位的 还否认他们的主权犯了众怒 继续交给慧云 中国大陆的战狼外交一向是备受争议 但是现在来看到这番言论 真的是引发了轩然大波 这是来自于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也 因为他说他是接受法国一个新闻台访问的时候 当主持人问他说 克里米亚是属于乌克兰的吗 他居然回答说不一定 因为他说根据国际法 这些前苏联国家 并没有取得有效的主权地位 这个前苏联国家指的不只是乌克兰 甚至还包含了就是一些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 那么现在已经是北约或是欧盟的成员国 他居然还说这个主权没有被认定 所以乌克兰是相当的火大 他们说这个对于一个谨慎看待自身千年历史的国家 却有代表说了荒谬版的克里米亚史 他感觉非常的奇怪 他还说如果你要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 就不应该模仿俄罗斯人宣传 所以嘲讽意味十足 那当然这样的言论也会激怒了欧盟 尤其看到欧盟的外交首长 这个是欧盟的外交最高级代表 安全政策跟高级代表波瑞尔他说了 他的言论令人无法接受 希望这并不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 也就是说卢沙耶的这番言论 现在北京要怎么样来收拾 还得看后续的情势怎么发展 俄罗斯版的富比斯杂志表示 在欧乌战争开战之后 自然资源的价格高涨 俄罗斯的富豪榜有110位上榜了 还比去年增加了22名 再交给会员 我们都知道俄罗斯是因为开战 所以饱受各国制裁 但是这个制裁是越打越负吗 因为可以看到俄罗斯 他们自己国内统计 他们的富豪榜人数反而是增加的 看到2023年已经从原本的88位 现在是110位 总资产非常的惊人 从10.8兆台币增加到了15.4兆台币 排第一名的就是以化肥致富的 梅尔尼琴科 它的总资产是高达7733亿台币 再来就是掌握了贵金属巴 还有工业用的金链面的波塔尼 总资产也是7273亿台币 再来有一个钢铁大亨李鑫 6782亿台币 所以你看身家非常的惊人 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表示说是因为开战之后 自然资源高涨 要不是有五位富豪 他们主动放弃了俄罗斯公民的身份 否则这一份名单还有可能会更长 那可以看到在西方制裁之下 在去年就已经看到了 俄罗斯经济萎缩的幅度 并不如外界预期的多 才2.1%而已 那就是因为他们成功开拓了亚洲的市场 把石油金属卖给中国跟印度等国家 由他们来撑起俄罗斯的出口 那尤其看到俄罗斯非常倚重的乌拉尔原油 2021年的价格是每桶69美元 在2022年反而增加了76.09美元 可以说是俄罗斯的经济命脉 所以可以看到在这场战争当中 没有想到俄罗斯的富豪人数还增加了 好 关心完了国际新闻之后 我要推荐你扫描下载我们的TVBS新闻APP 用更快更深入的方式 带您了解每天的新闻重点 还有南韩的人口结构也改变了 除了劳动市场劳动力缺乏 进入高龄化少子化生育率也偏低 最近一项调查显示 20多岁的偏乡青年当中 有6成都想搬到首都圈 南韩最近一份居住调查 针对1000名居住在首都圈外 满18岁以上的国民 其中411人回答 想离开家乡到首都圈工作 想输走的理由当中 恶劣的工作机会条件最多 占47.4% 其次是文化休息设施不足 以及保健医疗设施太偏远 偏乡青年不断输走 使得首都圈的就业人口 越来越密集 专家认为为了防止 地方青年人口流失 应该要增加优良工作机会 同一时间另一份调查也显示 居住在首都圈以外地区的南韩国民 10个人当中有7个预测 今年地区经济将比去年恶化 地区工作机会也会比去年减少 虽然来首都圈工作的人变多了 生育率却不见起色 南韩全国平均生育率0.78 首尔却只有0.59 排名倒数第一 首尔市政府日前再度加码催生 从今年4月开始 首尔市给孕妇的交通费津贴70万韩元 增加火车选项 另外从明年开始 假如妇女生下第二胎 第一胎的照顾服务负担金 可以根据收入只缴纳一半 或完全不缴纳 满35岁以上的产妇 每个人最多提供 100万韩元的各项产检补助 首尔市计划4年内 投入2100多亿韩元 预计将有4万2000多名孕妇受惠 随着南韩青年人口外移 年轻女性结婚生死意愿降低 南韩政府紧盯人口结构变化 最近也发现 60岁以上就业人数达到585万8千名 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特别是增加速度越来越快 1987年 처음100만 명을 넘은 후 200만 명이 되는 데는 14년이 걸렸는데 300만 명을 넘는 데는 11년 400만 명을 넘는 데는 5년 그리고500만 명을 넘는 데는 3년밖에 걸리지 않았습니다 노인이 늘어나는 인구 구조의 변화와 공공 일자리 확대의 영향으로 보이는데 30대 40대 취업자 수는 점점 줄고 있습니다 전국은 남한이 진입하러 인구 대중인 롤아 전국 대중인 롤아 전국 대중인 롤아 전국 대중인 롤아 대중인 롤아 전국 대중인 롤아 전국 대중인 롤아 TVBS 뉴스